大家好 欢迎收看《泼不为祸》解说商货沙 我终于找到前两次声音小的原因了 这一次终于又可以恢复到以前的音量了 为之前两期的小音量向大家道歉 有人说为了听轻薄的声音把音量开得特别大 结果其他的程序突然一下子想了一下把他吓一跳 都是很不好意思 好 我们看这位主公选择了P公子 我们直接在他的远位对面五号位选择了诸葛蛋美女 诸葛美女反正当反贼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我说他在内奸跟反贼的强度 已经可以算算是得到了论可 就是主公跟忠诚的强度还需要有更多的局数来检测 好 我们看夏侯渊一上来跳了一个忠诚 把铁锁这么随机捆绑 就把我们就捆绑对了 好 接着杨修也跳了一个忠诚 往下面搞体力流失流的陈琳 好 陈琳马上反搞他跳一个反贼 当然也可能就是报复 看他会不会笔伐潮批 如果笔伐潮批那是真正的跳反 好 跳反成功 我们怎么做的摸牌弃牌过 还真的摸牌弃牌过 那你起码吧 铁锁重铸一下 我估计是卡了 是吧 我的推测是卡了 否则的话肯定是挂捡一码 然后重铸铁锁绝不会弃那个伞 你作为诸葛蛋一上来弃个伞 这不知道很有可能就混不到第一桶金了 但好在有陈琳跳出来了 大家发现没有陈琳这一跳出来 我们第一桶金肯定会到手 这就是我多次强调的 这有队友替你挡刀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是吧 好 陈琳连续两次订品 他的订品是黑牌才行 然后他连续两次订品都是红牌 自己翻来覆去就相当于制衡了两张 没有给陈琳补刀牌 只能强开了一个桃园 给陈琳补了个滴血 好 我们看左辞弃了一个杀 没有用寒冰剑杀陈琳 这是个黑杀 因为主攻有日暴盾 所以倾向于左辞跳的是烦 哎呀 这草皮是神拆 一拆就把陈琳的桃子给拆了 然后又拆掉了左辞的寒冰剑 好 那我们看我们的夏侯渊 会不会给陈琳补刀的 他没有补 那他要有什么想法 大家看见没有情况有变 夏侯渊去杀了杨修 没有去神术陈琳 这说明什么事 说明他是反贼 当然有可能也是内奸跳反 但是目前这个形势来说 我不觉得内奸会在这个时候跳反 有可能就上来二号位反贼搞得比较高端 他也确实这么一连避免了火力朝他身上引 这一轮的时候陈琳已经把这个嘲讽给拉过去了 哎呀 这个陈琳嘲讽拉过去之后就有点悬了 这个杨修的诸葛连弩对他突啊突啊突啊突 大家全脱管了 陈琳直接倒下 我们捞到了第一桶金 这个第一桶金到手还是有点悬 因为这杨修还有五张牌 不知道有多少个杀 这一雷杀我们人闪都不闪 让树上香也可以一滴血 然后现在又窝到了一个桃子 砍树上香一刀的话 要么直接过还是挂个捷一码 还是决定直接过了 是吧 这三桶牌反正也不易出 先直接过再说 万一把谁把这个古灵刀搞去了 我们可是有点头疼 因为我们也有点手牌要见底了是吧 好 如果陈琳还能把树上香给带飞 我们用第二桶金也捞到了 哎呀 当然这个没有那么好的事 只能主中方算是第一次求逃了 好了 这样说的话 如果夏侯渊是真反的话 那我们趋向于气杀的 第一轮气杀的佐词就是内奸了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吧 因为这次佐词 气杀是个反人也解释了 总共还是有仁王盾 但是夏侯渊绝对是反的没边了 拼命的在为我们诸葛功修 还有诸葛帅哥 或者叫诸葛梅吕去搞第二桶金 我们非常的感谢他 好 这个杨修第二个技能鸡肋 就跟他的技能名字一样就是个鸡肋 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什么用的 好 这个杨修一看 这个诸葛单已经有点要爆发的状况 直接对我们突突把我们突到凉血了 真是悲剧 冰凉再种的话 哎呀 我们就有点麻烦了 赶紧吃个桃就直接过 这时候就更不能挂古灵刀了 这挂之后随便 人家把你的古灵刀抢去一个拆 我们的菊花就爆了 结果香香 看来这第二桶金不太容易 这香香一个觉醒 你又回一滴血吃个桃子 直接回到山雪了 好 看看陈群 陈群 为什么我这一局会给大家放来 这陈群跟我们有配合 这把打出激情来了 以前的诸葛单的那个录像 都有点审美疲劳了 是吧 就是在那里队友跟敌人 拼的你死我活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捡便宜 直接就赢了 是吧 这种赢法一开始 刚出诸葛单刚出来的时候 看看有点意思 现在就已经到 我做了这么多期了 我就不再选这样的录像 这有点审美疲劳了 好 我们最后一个伞就不伞了 这个坚持住 然后就希望躲过阳霄的 那个关键的杀 然后挺过这一轮 让陈群同学 再来一个大定品 我们这个乐视组 估计可以把香香给困扰住 哎呀 这下号圆给力 这一个酒杀下去 主持人王第二次求逃 看看死了没 这个不是第二次求逃了 已经是N次了 在双香事上也花了不少逃 哎 结果非常的犀利 我们直接捞到了第二首金 感谢我们的队友夏侯渊 哎呀 这个简易马 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这一个冰凉 再一个乐不思俗 去乐曹批 因为曹批行商的牌比较多 这个篮板没有什么卵用 气掉了 是吧 毕竟敌人一个撑向一个放逐 都不是好惹的 这篮板肯定是不玩的 哎呀 结果拼无限没有拼赢 主公和内奸 认识要让树上枪摸牌 这树上枪还是真的 一摸就摸了个顺手 然后又继续发动消机 还好我们还有一个伞 哎呦 这个树上枪 难道也已经猜到了 我们有伞 直接九杀四血的夏侯渊 而不杀两血的诸葛蛋 哎呀 那这个来大定瓶 哎呦 可惜 哎 终于来了个黑 刷了一下 直接摸四张牌 然后再一个九杀树上枪 调起了一下 既然让你摸牌 那肯定是有伞 同时他剩下那张牌 应该啊 当然剩下不管什么牌 他都不能弃啊 因为我们古领导 已经挂出来了 哎呦 可惜啊 这佐词 哎呦 看见没有 所以乐不师傅 一定要乐前卫 是多么的重要啊 虽然曹匹的牌多 但是佐词在前面动 是吧 刚才那个乐不师傅 显然应该乐佐词 而不是乐曹匹 当然这有点 事后诸葛亮的意思 当然这个 这把没有乐佐词 而乐了曹匹 这个负重非常的大 夏侯渊终于赖不住 季末要杀这个满血曹了 因为曹匹现在要翻人的话 我们是有成群的 叫什么法恩 给我们多补一张牌的 是吧 所以说夏侯渊 可能是这个考虑 干脆就杀曹匹了 但是有曹匆化身的佐词在 没那么容易 当然这个佐词 称相跟人心 是不能同时用的 这点比曹匆弱 他是不能完美的化身曹匆的 好 我们看吴宗生有 下去夏侯渊 哥哥的小面 小面 还好 还有没什么问题 曹匹现在没什么杀 但是没什么杀的话 他手上除非是伞 无非就是伞和桃子了 好 夏侯渊终于回了一滴血 然后我们乐不思主 又来了一个乐不思主 先乐再杀 那肯定是伞了 应该先杀再乐 不过先杀再乐 他十有八九也是伞 就差不多了 好 孙小枪终于中了乐不思主 陈群帅哥来一个 这个再来一个定品 看看来一个黑 哎呀 这是帅 这又是一并定品 直接摸四张牌 这是三收益 非常的犀利 好 那这样的话 这回再不会被乐了吧 刚才那个乐实在是太伤了 哎呦 不过左侧又掏出一个栏目录青的 哎呀 那估计我们要等一会儿了 但是潮皮放我们不要紧 虽然放足只给我们补一张 这个法恩可以给我们补两张 是吧 先给我们补一张 我们放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再补一张 是吧 大不了我们再推一轮 再推一轮 总有我们动的时候 除非你的一波把我们推死 那我们算是服了你 好 看潮皮这个杀 两个杀 只能让他上次是在纯杀 好 两个杀还是没有搞死 夏侯渊 夏侯渊居然也没有神术这个孙上香 不知道是为什么打了一个悲伤的表情 这么多杀用不出去 好 我们又受了这个陈群的一个法恩 又多了一个伞 像潮皮想连续突死我们 要更加蓝了 孙上香反而有一个爆发的意思 这一下子摸了这么多牌 好 大家发现没有 他这个冰凉春断 对这个陈群 他只要不是乐不世俗 陈群还可以给我们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定品 虽然是变了 呦 结果陈群 哎呀 这抛弃了 我们去定品这个夏侯渊 这个动作实际上非常的危险 你万一定品的不是什么防御牌 就会被潮皮给行伤过去的 这样子 这样的话就有点吓人了 好 这时候左辞又看了一个蓝图星 哎呦 这潮皮给我们翻补两牌 这个陈群的法恩 再给我们补一张 这个相当的犀利 夏侯渊非常的幸运 这三张牌里面有一张杀 这个出去了 我以前说错了 三张牌里面不是半张杀 大概是三张牌里面0.8张杀 那个不到一张杀 是吧 所以说他能够出一张杀 还是不错的 好 这个潮皮这么一拆 给香香补补牌 是吧 怕香香被夏侯渊给神速死了 夏侯渊如果没什么好牌 你就神速吧 你摸牌 过牌 摸牌 气牌过有点伤 还有开了个无中生友 至少骗了双香一个无险 然后又一个过个拆脚 还可以吗 我觉得最好把这个诸葛连鲁给拆 哎呦 啥也不说了 这个勒布斯鼠太给力了 是吧 哎呦 但是曹皮再次出现一个无险可击 这样的话 夏侯渊估计要玩 这是要玩的节奏 直接一个九杀下去 夏侯渊完了 我们又 哎 这个桃 好 那救不救呢 那个陈群居然还出了一个桃 那我们都不敢救了 是吧 让他死了 拉倒 我们直接再涨一血一上限 如果我们救了的话 怕那个陈群死的时候就没办法了 刚才又卡了一下 这个孙上香又继续开了个五股风灯 然后那个陈群桃子没抢到 抢了个火弓 这样的话孙上香一时半回死不了了 但是我们也进入了五人局 同时我们是个觉醒 马上就要觉醒的状态 但是我们手上握着12张牌 还不止 再来一个定品 直接又摸4张 直接摸4张 因为我们又涨了一血一上限 这变成了16张牌启动 我们觉醒的时候 一张牌都不会摸 当然也无所谓也够了 那现在陈群又把自己给整翻面了 那我们估计爆发的时候就把陈群一起带走 算了 换上麒麟弓 铁索陈群跟曹丕 当然曹丕有白银狮子 铁索陈群跟树上香 左慈 这一个铁索连环 又让我们多摸了一张牌 这一烧的话 他是把我们跟树上香一起烧 树上香烧成了一血 内奸就是内奸 关键的时候还对我们反贼这么好 我们是还有火弓跟铁索的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树上香跟这个左慈一起烧 就算了 哎呀 这个曹丕还要这个捆绑 陈群再次发动他的法恩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估计留两个铁索 两个铁索是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捆绑状态给转移的是吧 先截我们自己 再捆绑树上香跟左慈 哎 左慈现在又有点斑石扎脚的这个味道了 这个火弓是肯定命中啊 我们是所有的花色非常的齐全啊 陶性 对 陶性没方 都是有 一下子 一下子 然后这个左慈他挂的是人心啊 他挂的是人心 然后直接要掉两血不摸任何牌啊 这是这个杀 他躲开了 再一个勒不思蜀 然后我们顺手牵羊 顺不到啊 这真是顺不到啊 没办法 这是陈群是加一马 潮批也是加一马 他全部气了啊 这还留了一个顺手 想着那个有机会搞掉加一马 好我们看这个左慈被勒 只要他能不过这个勒啊 陈群还能再动一回 就还能再跟我们啊 这个这个呃 法恩啊 那个定品一次 是吧 那我们最好崩坏的时候 不要崩上线啊 就崩雪亮就可以了 好 这个潮批行伤的树上枪 并不一定会有什么这个好牌 是吧 并不一定有多少杀啊 那这样一杀 我们肯定是伞啊 如果你还有九杀 那算你厉害是吧 哎 然后这时候闪电劈了 我们也死不了啊 何况没有劈到 好 这一个过河拆桥 终于可以把潮批的加一马给拆了 我们先准备一个决斗 代飞左慈 那样子排序有点问题啊 这明显是先拆再顺吧 把无蟹骗完了之后再再去搞这个决斗 是吧 好咦我们决定九杀了 这个当然因为决兽已经被无蟹了 只能是九杀了 但同时大家也看到了 如果他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排序的话 左慈已经死了啊 手上是一个伞的话 我们先用这个拆跟顺来骗那个无蟹 然后再一个决斗就可以将左慈带飞 好在啊 陈群没有让我们失望啊 陈群看着我们只有这个两个差别啊 我们刚才也没选择崩雪 选择崩的是上限 然后那个陈群就直接地平他自己 好但是他杀了左慈之后 我们又再次趁了一雪一上限 现在局势已经完全那个陷入我们的掌握之中啊 潮平你即使搞死这个陈群要挑赢 我们也没那么容易是吧 我们有这么多上限慢慢崩啊 然后这一个火杀藤甲草皮基本上可以叽叽了 是吧 你杀了陈群 就杀了叭洪啪的一下子 又是一雪一上限 同时多一张牌啊 我们现在有青钢剑在手 看看你有没有伞啊 有没有酒有没有陶 没有的话 直接拜拜啊 这把是一个另类诸葛亮 那个反贼的胜利啊 这位是回到MVP也是这位陈群啊 陈群除了跟董卓悟突骨这样的人玩起来 别忘了还有一个高上限的武将啊 那又是这个在崩坏之前的诸葛丹啊 这个诸葛丹跟陈群的这一对机友组合 也把祖宗内方给玩死了 是吧 这马一上来陈琳替我们拉了嘲讽 所以我非常理解 为什么大神们都鼓吹要陈琳啊 鲁苏啊 这样的队友啊 可不喜欢要怎么中会邓爱这样的队友是吧 这种队友一出来 咱们都咱一开始卡了一轮都没关系啊 这样的一个武将 让诸葛丹卡了一轮 别人照样激火成群 照样别人堵我们 我们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第三桶金 后面金子捞着的是叉叉的 是吧 日进斗金 最后把祖宗方给搞死了 好 看完反贼第二局变成一个主攻了啊 为什么这回是主攻呢 因为这个主攻相当的另类 是这个标元素 望尊同级的元素 这个武将当反贼啊 在统计方面呢 看来是非常的厉害 我记得那一万局统计 我忘记他反贼出场多少次了 总归是过一百次了 是吧 然后那个反贼的胜率 应该大概有百分之七十多啊 那个接近百分之八十啊 因为在那个 那个一万局统计的 反贼的平均胜率 也就百分之三六六十三 左右的样子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反贼 当主攻的时候 那就有点是 那个义庸元素的那个意思 好 我们上来这个夏侯士 给我们补来补来一张牌 这个并不能算跳什么中 中反是吧 毕竟他自己也缺牌 然后我们强行火攻命中黄严英 这有点过分 是吧 这个是纯粹也就是个赌博 当然有人喜欢赌 因为这时候你完全没必要赌啊 因为你这个仁王盾是可以挂的 这个可以防一防 那个后面的反贼队里的进攻 但是好在二号位是个忠诚啊 这个三号位的这个夏侯士十有八九也是个忠诚啊 为什么说十有八九 因为他在前卫啊 前卫的夏侯士即使你这个手牌多 制衡一堆伞 但是你如果是反贼的话找不到队友啊 而如果是忠诚的话 那队友就在这里啊 这就是我们的主攻是吧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第一轮没挂 仁王盾的这个副收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 否则的话 这两个是反对我们一顿猛干的 跟我们可能在小身板有点受不了的这个意思 好这个张卢跳了一反贼 一上来被盲成这个样子 也可能就是一个报复 是吧 我们看看后面的剧情如何发展 终会跳了一忠诚 看这个匠面 他应该就是比较像内奸了 好 那我这一杀 张卢伦就这么去了吗 有反正救一下 黄远英 果然是反应 还盲队了 非常的不错 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主攻 那我目前看我录像就两个不理解啊 有的主攻 很多主攻啊 喜欢盲黄远英 还有喜欢盲季黄盖 这两个武将是吧 这个我不太理解 因为这两个武将当然都是可以当中的 但是大家就是喜欢盲他们 那这主要也是因为场上没有更更可盲的人在这里 是吧 所以说就只能把这两个就只能倒霉了 算你不走运 欢迎这一个爆发还是相当犀利的 这一下子把我们两个钟都打成一血了 这样子看样子 我们要跟内奸慢慢的最后要进残局玩耍了 是吧 好 看这个马术 这一下子也跳了个反 我估计我们不挂人王盾的意思 就是怕这个马术抢了 但是你挂了一个加以马 能有多大的区别还是被抢了 然后我们也比较的幸运 忠诚在前面 如果反人在前面 不挂龙王盾还是比较麻烦的 好 我们看刘晓胖 我去要抱我们的忠诚菊花 这是两朵菊花在刘晓胖的前面 本来他想玩个双飞 限于长度不够 只能就近把真鸡的菊花给抱了 那夏侯士他就没抱成 当然他是不能抱夏侯士的 夏侯士可是他的婆婆是吧 那个妈妈 好我们再次发动这个妄尊 多摸一张 待会手牌上线要多弃一张 现在发现夏侯士已经裸奔了 我们这牌也正好能用出去 那全部都用去算了 让这个配合夏侯士发动他的这个桥石 桥前琴斗开一开 好这个勒贴到张鲁头上的话 也行吧 也行吧 万一这个张鲁没杀死呢 还是可以勒一下的 因为反对方 现在只有两张牌 就是马术手上有一张牌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张鲁给打死 如果马术没有桃子 张鲁就死了 哎呦如果他有桃子 张鲁就回到凉雪 同时我们发现这个真鸡是个内奸 那是内奸死了 这中会跟夏侯士全是中 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进入欢乐三位三 没有内奸这个脚死棍了 这个万金齐八正是神牌 直接打死了 这个黄英 好我们最后一个伞就不敢轻易出 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出 这个马术够不着力 同时这个刘善他一般放拳的 是吧 再掏出一个九杀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好 夏侯士非常的犀利 这收了牌之后一个诸葛连弩 是吧 现在他的杀已经杀到敌人了 但是都可以重铸掉 重铸 有两张的话 就可以给我们补两张牌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伞就更该出去了 是吧 哗的一下子 这起了这么多牌 可惜没有更多的杀 好 这个中会有两拳了 我们只要随便再来一个AOE 然后就可以让他觉醒了 刘小胖也是一个带死状态 但是我们人王盾又被马树给抢去了 现在马树倒是把装备给搞起来了 马树这个武将一般在八人局前期很容易被摁死 因为大家一开始前期都没有挂什么装备 是吧 他也难得摸到蓝盘万剑这样东西抢装备 如果他一旦装备没起来 他就是一个三血无防御的脆皮 他所有的防御都建立在他的战摇制满抢装备的前提下 他没有战摇制满抢装备 那他就脆如狗 落如鸡 但是他一旦已经抢 抢到了足够的防具 就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了 因为他可以很容易的把你的距离给控制下来 因为他加一马中会打不着他 我们打不着他 夏侯士就离得更远了 也打不着 好 这时候中会掏出了一个决斗 还是很难得的 那我看着看 他抢的话 再把木流马也抢过去的话 哎呀 这一个仨果然 夏侯士没有散 木流马再被抢去 他的手牌上限也会增加了 还把我们打成了三血一排都不浪费 被勒了的话就不敢忘尊 结果勒天过了 给马树一个火杀被他散了 我们直接这样过 但是我们现在是三血是场上去最高血量 就说明我们朱雀雨扇 马上就会被马树给下了 是吧 这一下的话我们又够不着马树了 所以说没那么容易 对 马树杀中会 中会肯定是老老实生的散 如果不散的话 加一马就被搞去了 当然实际上中会不散也行 反正马树也没有 也有加一马 他搞中会的加一马也毫无意义 是吧 中会即使没有加一马 马树也不会去打中会 好我们居然 赖不住寂寞 然后把这个藤甲挂上来 马树更齐巴的把这个朱雀雨扇拿来散摇我们 这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但马树依然一血在这挂着 然后我们终于来自己一个望尊 终于摸出了一张蓝蛮怒青 可惜这个桃子不敢自己吃 不敢自己吃 要留就这个夏侯氏 结果马树还偏偏有杀死不了 这时候夏侯氏又来了一个蓝蛮怒青 马树还是有一口酒在木楼的马里 但是中会觉醒了 他选择了摸牌 然后给我们排一补牌 哎呀 结果还是没有搞死这个马树 哎呀 马树马上又把我们的简易马给拿去了 是吧 这一下子他又把控制了我们的距离 我们又够不着他了 哎 但是我们来了一个方天画祭 哎呀 但是全是黑杀 一点办法都没有 哎 但是好在可以跟夏侯氏玩一下桥前琴头开 哎呀 夏侯氏这个顺顺了一个伞 哎呀 这没什么 没什么用是吧 可惜又弃牌过 好 中会再继续跟我们排一 他的拳也用的差不多了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三个人围着马树打 就是三阴战马树呀 这马树再次控制了我们的距离 我们再次想望追摸牌 没摸到 但是五股纷纷非常的好 我们都在前面挑 马树最后一个挑 我们先回到四血再说 这样的话 这样这样的话 赶紧把自己的防御建立起来 实际上我们当时如果不吃桃 留一个伞一个桃 两排的话 可以跟夏侯氏玩一下谚语 那也是可以的 当然吃了桃也行 哎呀这个桃圆结役这么一开的话 基本上马树可以叽叽了 但是他还是想坚持一下 中会最后一个排一 大家看 两个桃子都排了出来 哎呀这马树非常的风骚 又把我们的八卦给搞了 一个方天九三杀 中会直接卖了两个拳 这是卖的可以的 因为他九三杀之后 他没有后续的进攻了 中会只管放心的卖 卖完之后又入吃两桃 非常的犀利 好这时候桥前其诺开 我们再来一个望中 就是管事府来了 那还是没有什么卖用 是吧 这因为人家有儒王顿在这里 所以说马树一旦他搞起来 把防具给搞起来 那是非常难对付的 好 但是终究大家 我们夏侯氏的过牌 就来了一个爆发 这样子借我们的藤甲 直接让马树掉三滴血 求两个逃 终于将最后的反贼给扳倒了 在我们主公跟两个忠诚的围剿下 这个马参军竟然坚持了这么久 相当的不容易 好同时一看我们的这个主公 他就有点像是个无血英姿的水平 当然这个英姿稍微有点负重用的 他会多弃一张牌 同时他这回我们的同级一次都没有发挥 我们的手牌总是被限制的比较少 还是怎么回事 夏侯氏一直从来没有机会有足够的杀 给我们回合外艳雨一下 他如果给我们回合外艳雨过 别人就不能对我们出杀了 当然这也因为是反贼倒的太快 还是一个小胖他是放权的是吧 或者是他去报这个针基的菊花的 他报针基菊花的时候 我们的同级没有发动 如果发动的话 针基的菊花就可以被我们保护了 当然这是个内奸你报就报吧 但是夏侯氏是小胖的婆婆 小胖一看长度不够 这个不敢去报长度够了的话 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这种人伦惨剧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则统帅三军 那一开始先看选将 我们作为这个卵方 优先选了戒陆逊 但是这样的话就把一个阵 这个戒徐楚跟貂蝉 这样的一个阵 被别人被敌人冷方抢去了 这样的话 这个冷四连会非常的犀利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破解呢 好看看我们后面的这些将 里面有哪些可以破解的 我觉得戒华陀 至少可以救一救 是吧 让我们的这个血掉的不要太快 回合外可以急救一下 然后另外第三个 我们既然选了陆逊肯定是要用陆逊的 第三个选择了这个诸葛景 好 看来还是一个要用排擦 打倒对方的输出这种组合 对方选的是诸葛亮 在这个居中控制 是吧 他先是一个主帅先动 关关牌 他这样关的牌应该是我们 这个要么是戒华陀的牌 要么是诸葛景的牌 看看我们 但是他是没法猜到 我们是让诸葛景先动 还是让戒华陀先动的 好 我们是让诸葛景先动 发动一下红元拉拉牌杀 哎呀 然后这其实手牌不错呀 直接九杀戒徐楚 为什么不错 这就是破这个 貂蚕徐楚这个阵的最好的方法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把这个戒徐楚的血量压下去 他回合外存牌就少 是吧 他回合外存牌就少 你多留点杀 你就可以破了他的这个 这个吊蚕徐楚政啊 好我们这时候跟这个陆迅刷了一刷牌 然后又是一次顺 然后戒徐楚刚才已经暴露 没有伞了 然后这一个猜 还好没有猜到对面的这个红桃啊 这一回一个一猜 一猜三两收益 再一个九杀下去 砰一下戒徐楚要直接求逃了 哎呀 这桃子都 当然不一定是桃子求了 雕蚕手上去了 诸葛亮也可以让一 雕蚕优先出桃子 好我们这个加一把 基本上可以让戒徐楚悲剧一段时间了 他诸葛亮肯定是要让戒徐楚先弄 但戒徐楚面对着我们家 哎呦 我去这太假了 居然掏出一把青钢剑 哎呀这样的话 他这个杀就得到用处了 那最后可以想象 他手上肯定是留的是一张杀 不可能是留别的了 哎我们正好一张杀 吊蚕没有这个拆 但是我们一张杀还是不够的 他估计是让我们先出 我们再杀过去 他杀回来 我们还是要掉凉血 同时我们两个装备都是黑的 还是比较的悲剧的 好但是还好 我们还可以这个动一动 是吧 这个蓝蛮入侵 难道直接要收了这个话 话图的意思啊 没有我们还有桃 暂时不会收话图 看看能不能把戒徐楚给打死 现在戒徐楚 就处在一个带宰羔羊的状态了 是吧 哎呀这对面这个桃子太少 直接把戒徐楚打死了 这个阵就被我们轻易的破了 大家看见我们这个软这个软色的啊 这这回来破这个冷冷方的貂蟬 戒徐楚没有什么简单粗暴 是吧就靠一开始 拼命的把戒徐楚的血量给压下去 后面就好办了 是吧 一旦压下去 戒徐楚的血量 即使戒徐楚能够离间 我们只要多留点杀就好办了 当然我们这个这个滑头的 刚才那个手牌有点悲剧啊 如果那个能再多一张杀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戒徐楚给带飞了 好 那后面就可以搞快一点了 这这样已经是一个三打二 哦还别慌啊 对这就如果直接进入三打二 就就没什么选逃了 是吧 这直接变成了一个二V二啊 这个诸葛亮也不是吃素的 这直接这一下子 把我们的戒华托给打死 同时把诸葛景也打成了一血 好这时候我们这个戒路逊 再行动又干死了这个貂蟬 然后进行一个二V一围观诸葛亮 现在诸葛亮又是一个非空城状态下 这样这样的话 还是可以被我们宰割的 诸葛亮的这个希望 就在于赶紧干掉诸葛景 是吧 他这一杀诸葛景一闪 他肯定明哲上来的牌 肯定不会是什么好牌 诸葛亮已经关过了 但是我们陆迅手上拽了两个套 然后又给诸葛景拿了一个顺手牵羊 诸葛景直接用顺手牵羊 跟陆迅玩起 同时陆迅给诸葛亮补牌破他的空城 或者是诸葛景可以直接少摸一张 发动红圆 给自己摸一张借陆迅摸一张诸葛亮 摸一张也可以 当然不一定 这三三里面好像只能给队友的只能给队友多摸牌 你可以不把里面其他几方角色 各摸一张牌 所以说这不是身份局 不是身份局 诸葛景是没法让诸葛亮多摸一张的 他也没法破空城 但是好在诸葛景每次都能摸到顺手牵羊 通过陆迅和千讯联营来破诸葛亮的空城 终于把诸葛亮给拿下了 如果不是顺手千仰一直破不了诸葛亮的空城的话 诸葛亮把诸葛景给干掉 然后跟我们陆训单挑 那就大家都有机会了 好这把统帅三军给大家见识一下 万一碰见敌人选择了貂蝉许楚 里有没有明显的对抗的阵容怎么办 抓住机会 直接把许楚的血线给压下去 当然我们这里是不能刷手机卡的 诸葛景起始的灌世福九杀也是非常的犀利 当然同样徐楚也没法刷手机卡 他身上没闪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就非常的幸运 直接把徐楚给打残打死了 没有受到这个貂蝉介余楚过多的侵劳 然后最后通过诸葛景的顺手牵羊 加上介路逊的谦逊联营破诸葛亮的空城 将我们这位和诸葛景的弟弟给拿下 好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期再见